不必告訴我 這段情誓錯是對 我會再看告別的時候告別 你就這麼一夜 一夜就這麼一些 就輕易換取我的癡心 我的意見 不要告訴我 你的心是狂是言 我想感情願和你朝夕離別 只要你不願望 如果在心裡有個我 那麼你心是一筆心 有多差別 多少柔情 多少淚 多少只最近你很遠是非 我知道我得到的不願意 我只想和你 謊話一回 愛情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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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柔情 多少淚 多少只最近你很遠是非 我知道我得到的不願意 愛情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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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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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心裡憔悴的真正 愛情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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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和你 謊話一回 愛情的花 愛情的花 我們這兒幹雜工是很辛苦的 我看你細皮嫩肉的 你熬得住嗎 我可以的 給我個機會試試看嘛 行啊 就留在這兒先用用 行就留下 不行就滾蛋 宗鬼 謝謝你啊 你們洗衣場缺你工嗎 對啊 這兒就是你們的工作廠 喬兒 說什麼話好好幹 臭啊 工你吃 工你住 一個月十五塊 十五塊 這麼少 就 就這樣吧 馮總鬼 謝謝啊 好 那我帶你們到宿舍看看去 好 走吧 交件 你們是姐弟 住在一塊沒關係吧 沒關係 馮總鬼啊 有沒有好一點的地方啊 這兒實在太破了 是啊 有 這兒在哪兒啊 打著出去也沒多遠 有一個高級旅館 只要有錢隨時可以搬進去住 有錢我們還來這兒當洗衣女工啊 好 我們就住這兒 可以的話 現在就上工 現在 你們倆啊 到那邊洗一下啊 一人洗一箱 今天要洗完 這麼多啊 怎麼洗得完啊 這是一人一份的工作量 他們也一樣啊 可是這麼多業福 我還洗不完怎麼辦 假扮呢 洗到天亮也得給我洗完 要不一天的薪水就沒了 怎麼樣 要現在不幹 早我還來得及 我們幹 我們幹 洗不完我們就加班 你放心 我們一定洗完 嗯 你 跟我來一下 嗯 臭啊 行了行了 這給我吧 這一天更臭 好有心 小姐啊 這衣服要是乾淨 要你來洗啊 哎呦 小姐啊 洗衣服嘛 要用這個擦板 要用點力氣 你可不用力了 我說錯了 沒有 你沒說錯 用不著你跳 他這 丹丹 他比較不懂事 怎麼稱呼你 哦 他們呀 都叫我李大姐 你就叫我李姐行了 李姐謝謝啊 跟他說啊 洗衣服用點力 冰上沒吃飯似的 好吧 把這裡的衣服 拿出來擰乾 曬在架子上 嗯 完了以後啊 把洗乾淨的衣服 放在這泡上 知道嗎 知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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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會不會幹的你啊 沒有啊 我覺得這樣撈衣服比較快啊 好好 把那些活幹完以後啊 趕快換你幹衣服 像你這樣幹活啊 這樣賺的錢還不夠找大夫的呢 不會的 我以前有個都有的 哎 哎 哎呀 哎呀 我看得出啊 你們倆啊 不想幹出活的人 哎 你還真說對了 我們以前啊 可是大小姐 從來沒幹過這種出活 哦 哦 大小姐 哎 你們聽啊 人家可是大小姐 我看哪 有個地方合適你們兩個去做 什麼地方啊 五月花夜總會啊 你們兩個長得那麼漂亮 那兒的錢啊 可好賺了 夜賺得多 幹嘛在這活受罪啊 你放屁 出賣老李 總比出賣姿色來得尊嚴 哎 我看哪 你們兩個在這兒是混不下去的 那咱們走著瞧吧 我們姐妹兩個一定會熬下去的 好呀 我看你們熬下去 聽到沒有你 好了好了這樣混 嗯 嗯 蛋蛋 你的手怎麼抖這麼厲害啊 我洗了一天的衣服啊 手都快斷了 不聽我使喚 你看大姐不也一樣嗎 哎 第一天可能不太習慣 過幾天習慣了 也就不會累了 哎 現在過什麼樣日子吧 豆腐鹹菜 中午也是這些東西 都怪我不好 都怪我一意孤行 因為我的不自量力 因為這樣 還連累了老爺子 張大哥 還有白露跟你們 我突然覺得 自己是千古罪人 大姐 你別這麼說 再說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 我真沒想到 這次付出的代價 這麼大 就是啊 你要說成功報仇了也行 可是現在張老爺子跟張大哥 還躺在醫院裡面 我們姐弟三人在這兒活受罪 而孫孝秋呢 還在他的大帥府裡面 呼風喚雨不可一世 這是越想越氣 是我連累了你們 啊 啊 啊 中程 怎麼了 你的手怎麼這麼燙啊 我沒事 你發燒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今天下午 我收衣服的時候 一不小心地掉進水池裡去了 我估計是凍著了吧 這樣吧 你先把飯吃完 然後到床上去躺著 丹丹 你照顧中程好了 那我衣服還沒洗完呢 別管這麼多了 衣服我來洗 你看好中程就好了 嗯 快吃吧 不過 我總不能看著你們這些人 又知道想要衣卵即食啊 阿傑 從爹死的那刻起 註定我就要挑起五家的重担 為了報復仇 所有的親人都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是我錯誤嗎 還是要完成報仇的心願 就必須經受這樣多的磨難 經過這些風風雨雨 我必須告訴自己 復仇必報 孫小秋必死 但我再不能魯莽行事 一意孤行了 我要冷靜 要讓自己成長 今後的路怎樣走下去 我要反思從長記憶 快點喝點水吧 淡淡 我第一次覺得生病其實也挺好的 有什麼好的 有你這個小美女服飾啊 你呀最好趕快好起來 明天還要上班呢 你放心吧 我死不了 冯總管那裡不知道有沒有退燒的藥 我去找他問問看 誰呀 冯總管是我 來來來來 進來進來 找我有事嗎 你這兒有退燒藥嗎 我哥他發燒了 我去拿 謝謝 想吃嗎 可以嗎 可以 走走走 來 快點啊 謝謝 想喝酒嗎 我不會喝酒 天太冷了 吃點菜 喝點酒 那是人生的一大樂事啊 我絕對同意 那我就不客氣了 吃吃吃 很好吃 這兩天每天吃 鹹菜服辱配白飯 難吃死了 喜歡吃的話 儘管來 以後到我這來啊 想吃什麼就弄什麼 真的 那當然啊 真是太謝謝你了 我也是一個人 吃在這兒住在這兒 平時啊 又無聊又孤單 怎麼 今天洗了一天衣服 手上的皮有沒有磋破啊 沒有關係 這房間就咱們倆了 唉 唉 我還在打光管 你有沒有意思 我沒有意思 我哥還在等著我呢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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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王總管你早啊 還早啊 不打算幹活了是不是啊 唉 對不起對不起 也許昨天累過頭了 今天睡晚了先 真不好意思 請您喝茶 喝茶 奶奶 奶奶 我好乖 快起來啊 快起來 冯總管來了 冯總管早 好 這個呢 我去洗臉了大姐 他又在發燒了 我看他要請假了 不用請了 他可以請長假休息 長假 冯總管什麼意思啊 你被開除了 為什麼 你也一樣 要什麼趕快幹活啊 我照樣開除你 哼 怎麼了 累著了吧 多管閒事 我那麼多幹嘛 我看你啊 也熬不了幾天了 我就熬給你看 淡淡 我們這是有求於人 你就忍忍吧 你知道現在找工作也不容易 學著適應吧 大姐 你放心吧 我一定撐得住 那就好 大姐 大姐 怎麼了 為什麼不躺著 起來幹什麼呢 我起來了 乾躺著也沒意思 想出去找找看有沒有其他的工作做 那你還發著燒呢 沒事兒 吃了藥好多了 額頭不燙了 昨天晚上的藥真有用 大姐 我先走了 去吧 去吧 好 好 生情並茂 語音繞樑 聽白平小姐一曲 乃人生一大樂事 謝謝顧老闆 誇獎 請坐 顧老闆 您是我們白平姑娘的知音呢 你累了吧 姑娘 這是你的 謝謝顧老闆 老闆娘 這是你的 真是謝謝顧老闆了 顧老闆 您看你一連幾天 風雨無阻的 每次都賞光這兒 還每次給我們這麼大的紅包 這一定是我們祖上積德 您是我們的大貴人 大財神 玉娘 你不用謝我 要謝 就謝白平姑娘 她才是你們的財神 顧老闆 我的本名叫白露 我習慣您叫我白露吧 哦 那 我以後就叫你白露 對 白露才是我的搖錢樹嘛 有了她 才有您這位大財神 這裡空氣很污濁 有股銅臭的味道 你看看 我這個女兒什麼都好 就是愛說反話 這外頭空氣新鮮 顧老闆 不妨帶白露姑娘出去走走啊 好啊 我正想帶你去一個地方 我們一起出去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好嗎 白露 你出去啊 陪顧老闆走走啊 走了 行了行了 白露姑娘不願意 就不要勉強 不 顧老闆 好吧 去 我去 顧老闆您先請 好 白露 記住了啊 好好伺候顧老闆 娘在這兒等你回來啊 嗯 電瓶白露 小心點 嗯 好了 來上車吧上車 請上車 再見啊 溜溜兒 白露小姐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啊 来 我们进去吧 你一定会非常奇怪 我为什么会突然带你到这儿来 你应该看得出来 这儿原来是一个洞房 蜡烛 喜字 红杖 还有头盖 不过太旧了 太旧了 新郎新娘 我是说住这儿的人去哪儿了 物是人非 人去楼空啊 他们搬走了还是死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是曾经住在这儿的一辈情侣的故事 你愿意听吗 三十年前的一个夜里 和今晚一样 天上 没有一颗星星 寒风刺骨 可是这小屋里却温暖如春 因为 有一场婚礼正在举行 可是参加婚礼呢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新郎 一个是新娘 明天才拜堂 急什么 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 今天明天都一样 让我亲起来 不行 拜了堂才许亲 小红啊 等我们明天成了亲 我们就在这间小屋子 相亲相爱一辈子 好不好 好 你种田 我织布 以后把丁也接过来 我们住在这儿 一家三口 好不好 不 不是三口 是六口 六口 我要你给我生三个胖小子 真是不害臊 你怎么了 我真不知道 明天能不能跟你拜堂成亲 我怕 你怕什么 我怕赵才许 我怕人抓我 你别怕 有我在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让他们抓你走 可是我娘死的时候 欠了赵才主很多钱 我爹为了还钱 想要把我抓到他们家当田房 我不去 我要跟你在一起 小红 你放心 我答应你 我一定保护你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要不 我们今天晚上就拜堂成亲 我们连夜逃走 逃 对啊 逃 我们私奔 我们逃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买进小屋 过好日子 那我爹怎么办 没有关系 等到我们安顿下来 再把他老人家接过来 你说好不好 我什么都听你的 就算到天涯海角 我也跟着你 爹 老红 爹 新赵的 你拼什么打人 好小子 你胆子好大 连我的女人你都敢碰啊 你不要命了 小红是我的老婆 我们已经成亲了 成亲 你胡说八道 你想骗我 小红的爹一人在我那儿 没有没人 你们成什么钱的 啊 我们已经圆房了 胜利煮成熟饭 你别再打他的主意 这小子敢骗我 把钱都还给我 赵老爷 我不知道 你这不是害我吗 小红 这说的是真的 你真正跟他 我是他的人了 我要跟他走 你让我怎么挂了你 你别着急 你放心 我有的是力气 我们一起干嘛 你少跟我演戏了 老子不吃这一套 告诉你 今天不把钱还给我啊 我马上把人带走 走 戴然 新赵的 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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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赵的 我会找你的 你没好日子过 我会找你的 你没好日子过 小红 你放心 我回来救你 新赵的 我跟你拼了 后来 小红怎么样了 他被赵财主卖到妓院 等那个男的赶到妓院 要赎他出来 已经晚了 他 他 他上条死了 他真是一个刚烈的女子 自古红颜 多薄名 那个男的呢 他去哪了 他 被井离乡 漂泊四海 后来他变得很有钱 也娶了好几个女人 可在他心里 他始终忘不了小红 这小屋子 他也重新买了回来 所有的布置 都按三十年前的样子 都由他亲自安排 丝毫没有改变 每天 都会有人来这里打扫 而每个月 他即便再忙 也会抽出一天的时间 来到这里 待上一会儿 你就是那个新郎 为什么 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给我讲这个故事 因为 因为你和小红长得太像了 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惊呆了 你和小红 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老天有眼哪 让小红又转世回来 变成白鹿 所以你就天天来 长三堂看我 我每次到长三堂 都会想起小红 我对不起她 也许 是因为赎罪 还是同情 我对妓女 从来就没有一般 嫖客的心态 因为在我眼里 你们中的每个人 都是小红 想不到 你是一个用情这么深的人 用情最深处 伤心最痛实 我这辈子 最富的女人 就是她 就是她 如果离开人世三十年 还能让男人为她刻骨银心 这样的女人 也许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我很羡慕她 我很羡慕她 少年听于歌楼上 红竹 昏罗杖 少年听于客藏中 将阔银堤 断艳 叫西风 而今听于僧庐下 并以兴兴也 悲欢离合 总无情 一任阶前 点滴 到天面 白鲁 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我的宝贝 放手 滚 滚 滚 臭丫头 你等着 完了 丹丹 丹丹 趕快起床 快起来 晚了 干嘛那么早起 再睡就来不及了 快点穿衣服 快点 装成 好 大姐 我去找工作了 今天要是找不到工作 我就不回来了 终成 大姐 累了吧 要不要先歇会儿 没关系 干活的时候别说话 一点亏据都不懂吗 这衣服谁洗的 我洗的 怎么了 你眼睛瞎了 你看 看看 洗干净了吗 我明明洗干净了 怎么会脏呢 你还敢撒谎 是想偷懒是不是 好 好 这个月的工钱 够到一半 是有人故意弄上去的 你看 都是浮土 冯总管 您再仔细探个吗 好像是浮土 你是想狡辩是不是 好 你要是乖乖地认错的话 我可以少扣你一点 就是你故意陷害我的 你公报私仇 丹丹 你再说一句 你想要我当着大家的面 把嘴瓦的事全都说出来吗 你 你胡说是不是 你再这样 我拿别的瞅你 冯总管 这是一场误会 要不你先查一查 查完了 是我们的错 你就罚我们 没用 你根本就不讲理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让他拼听力 丹丹 你别激动 怎么 不想干了是不是 好 不想干就给我滚蛋 小妹不懂事 我向你道歉行吗 大姐 不用求她 不干就不干 我本来就不想干 蛋蛋 蛋蛋 你想不想干呢 想干就干活去 听到没有 干什么 干什么 干活 我让你到这儿当帮厨物 你得好好干 是 你什么都不会干 你杀鸡总行吧 你抓呀你 怎么这么笨哪 你看着 你抓紧的翅膀 跟两条腿一夹住 不就行了吗 到里面去上 抓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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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不敢 大少爷 大少爷 我真服了你了 你杀鸡都不敢 你还能干什么 好了 你把两只脚给我抓住 来 就这里抓住 我自己来杀 你神经病啊你啊 他妈妈 也不会чики 你得到我 你在哪儿 吗 呃 那 这么晚了 忠诚还没回来 肯定是没找到工作 没领回来见我们 都已经这么晚了 忠诚她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不行 我得去找她 我也去 这三更半夜的 忠诚会跑哪去呢 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可怎么办 放心吧 大姐 忠诚 你怎么在这 怎么蹲在这呢 我们等了你一个晚上了 快进屋吧 大姐她 怎么那么多血啊 是啊 怎么了你 是不是跟人家打架了 忠诚 有没有受伤啊 大姐 先到医院再说吧 没事 别人杀鸡 尽了我一身血 那这样你赶快把衣服脱下来 我帮你洗一洗 伦伦 你去烧壶水 给她洗个澡 来 洗什么洗 我自己不会洗啊 你耍哪丸子脾气啊 怎么这么跟大姐说话的 忠诚 大姐给你热饭去啊 我不饿 不想吃 你不吃饭不回家就是有骨气了 你要是真有骨气 就去外面打拼赚钱 跟家里人使性的算什么出息啊 钱 赚到钱了 你们知道这些人怎么赚来的 难道是你杀鸡赚的 杀鸡 我白天的时候蹲在路边 别人以为我是要饭的 扔给我两个铜板 忠诚 你不要再出去了 大姐养活你 对不起啊 忠诚 我不想要你们养活 我也是人 也有一双手 我凭什么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呢 我出去找工作 扛箱子 扛不动 做帮厨 没本事 就连杀鸡也不敢 在外面转了一天都不想回家 可是不知不觉 还是要走回来吃白饭 爹 你的儿子 为什么这么没有本事呢 你吵什么吵啊 没本事就是死吧你 干嘛 你杀了是不是啊 怎么样 一个大活都看不见 找死啊你 找死又怎么样 我就知道找死 别打了 别打了 突然听了 别打了 别打了 你杀了鸡是怎么回事 干嘛 长官 是杀鸡 鸡血剑的 对啊 鸡血 你别蒙我啊 是不是打架弄的 走 跟我回警署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是杀鸡弄的 你看 他根本就没有打人 求求你 别把他抓到警署去 对啊 你看他的药 哪像打人的 是啊 我连杀鸡都不敢 你信不信 我连杀鸡都不敢 忠诚 神经病 长官 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那边洗衣厂的女工 她跟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她是我弟弟啊 她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 没事没事 我这就带她回去 把我拿走 别让我再碰到她 谢谢啊 谢谢啊 你们两个别管我 我怎么那么倒霉 倒霉到喝凉水都塞呀 连警察都欺负我 干什么都干不成 你让我去死了吧 忠诚 你连死都不怕 难道还怕活着吗 死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活着就很困难 要有勇气 就活着 大姐我不怕死 我就是不愿意活着 拖累你们 从小啊 我这太念 捧着 怕摔着 喊着怕坏了 什么事情都舍不得让你去做 我 其实我是害了你 是我 没有给你机会 去面对真正的生活 是我不好 忠诚 大姐 大姐 我也不好忠诚 我 我不应该总怪你 忠诚 你打我 打我骂我都行忠诚 你别这么说 忠诚 自从上一次那件事之后 我就觉得 你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 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 真的 对啊 骗你是癞蛤蟆 就那一次 打 癞蛤蟆 你老说我是癞蛤蟆 说你自己是天鹅肉 小心 大姐 好了好了 没事了 大姐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不是把你开除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滚 我来看看我大姐 说两句话不行啊 对不起冯总管 咱们说几句话吧 哼 讨厌 大姐 有事找我吗 我想去看看张大哥跟老爷子 也好 不过千万别告诉他们 你丢了工作 嗯 对了 你呀 给他们买点补品 让他们肤子补一补 嗯 那我去了 路上小心了 嗯 嗯 爹 您别动 我来扶您 不用你扶我 我还不是废物 嗯 出太阳了 躺了这么多天 头一会晒到太阳 是啊 爹 喝碗粥 这是我特地找人熬的 里面放了您喜欢吃的大枣 是吧 我一定要尝尝 来 不用 我自己来 哦 张大哥 老爷子好 等等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用开工啊 啊 我请假了 哎 老爷子 你今天吃菜很好哎 这是我给您买的补品 美国炼奶 对身体很好的哦 这什么呀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 我从来不吃洋人的东西 管他国货还是洋人的东西 只要得身体好就吃嘛 身体好了再打洋人 才有力气啊 你们这么辛苦 才挣来的钱 还买这么贵的补品 我看你带回去 给剑宇按钟上他们喝吧 那怎么行啊 这是大姐让我买的 如果我拿回去 她会骂我的 哎 张大哥 你脸色不太好哎 是不是还没恢复啊 哦 大概医院住久了 很久 没见到阳光了吧 张大哥 外面太阳很好哎 我陪你跟老爷子 出去晒晒太阳 怎么样 是啊爹 我们 你们去吧 我有点累了 我想睡一会儿 嗯 那你好好休息 我改天再来看你 嗯 再见 走啊 张大哥 哎 请上车 这些天 我一直在反省我们 我觉得以前 从来没有真正好好认识过我爹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我爹是个堂堂正正的硬汉子 嗯 老爷子真的很坚强 跟他相比 我们都太脆弱了 可惜我现在知道的太晚了 他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你现在刚好守在他身边 就可以孝顺他呀 我也这么想 不过我爹一直很刚强 现在断了腿 成了残肺 这对他来说 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过 每次我想帮他的忙 他都不愿意 一定要自己来做 他是不想连累你 其实他不明白 如果他没有那么坚强 如果他能在我面前 哪怕是表现出一点点的脆弱 对我说 他欲我扶他一把 也会让我觉得 他欲我这个儿子 我的心里也会好受一些 蛋蛋 你怎么了 我看到你这么伤心 我很想帮忙 可是我又帮不到什么 所以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啊 你真是个傻孩子 我不是孩子了 我已经长大了 什么都懂了 好好 对不起 蛋蛋是个大姑娘了 蛋蛋 谢谢你啊 好 剑宇他还好吗 他还好啊 他也问你好 工作那么辛苦 他是不是变瘦了 还好啊 他为什么不来看我 我爹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是因为他工作很忙 又请不出嫁来 那你怎么请得出嫁来啊 我 我是因为我跟总管关系处得好 所以我就请出嫁来了 这么说 剑宇和总管的关系 就处得不好了 不是 是因为他跟总管关系处得好 我跟总管关系处得不好 哎呀 张大哥 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对不起 我来看你不是一样吗 为什么一定要他来看你呢 一样 当然一样了 你来了有一会儿了 你要不先回去吧 为什么啊 只知道关心大姐 我来这么久了 一直关心我的话都没有 白费人家一片苦心 丹丹 对不起啊 哎 你道歉了 算了 原谅你 哦 忠诚还好吗 他呀 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 脾气反而越来越大 他当少爷习惯了 一下子面对现在的困境 还真难为他了 张大哥 你冷不冷 我给你一件围巾 我不冷 那我们再聊一会儿 谁 晏萍 进来 晏萍姐 白露 你今天好漂亮啊 谢谢 真的恭喜你 运气这么好 遇到一个好男人 可以搭救你上岸 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做姐姐的没什么好送你 现在看你要走 这是我妈给我的 你拿去 当做是纪念 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我妈 我妈要是看到我今天这副德性 非气死不可 这镯子 你拿去吧 可是 别对可是了 你看到这镯子 就等于看到我了 谢谢 怎么样 要走了 高兴吗 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高兴得恨不得马上走 从我第一天来的时候 我没有一分钟不想逃出去 可是现在真的要走了 我却突然间不舍得 不舍得 这地方有什么值得你不舍得的 我唯一不舍得的就是你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 哪里呢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 哪里呢 我这里一切都念了 我变得懂事了 我又开始写日记了 而哪里呢 我这里天快要亮了 哪里呢 我这里天快要亮了 我这里天气很炎热 哪里呢 我这里天气很炎热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我变得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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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偏 меньше 聊天口 这还不哭了 我你不哭了